那么从这场讨论当中 我们再次注意到了张亚中先生的观点 那么就像我们之前所反复强调的那样 张亚中先生是国民党内部少数的 极其睿智的体位到 未来两岸关系发展 对于台湾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并且他的观点坦白讲 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非常的有意识 如果我们整个去盘点张亚中先生的发言 我们会发现 一方面他强调 今天的国民党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 去对抗岛内的民粹主义的氛围 切记要拿相跟办 因为我们会发现 自从2020年国民党遭遇到惨败之后 他的两岸政策似乎在一直往后退 似乎要一直贴着岛内的民粹主义情绪走 已经丧失了引领岛内民意的勇气 因此在张亚中先生的发言当中 他反复指出国民党必须要有勇气去对抗民粹 要提出自己的方案 另一方面 我们从张亚中先生的发言当中 也感受到了他对国民党未来发展的担忧 因为他必须指 他已经指出了 今天的国民党面临那个非常的危机 就是在没有权 没有权的情况下 更不能丧失理念 如果国民党丧失了 对未来发展的理念的追求的话 沦为了一个没有理念追求的政党的话 那他的东山再起路就会更难 那么就像我们之前所反复强调的那样 到今天为止 其实两岸牌仍然是国民党与民进党 相区隔的最重要的一张牌 因此国民党如何才能将这张牌打好 如何将这张牌变为自己的正资产 而不是负资产 其实考虑 国民党能不能用鲜明的理念 完整的论述去说服台湾民众 为自己的东山再起之路 奠定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因此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一次的讨论 这一次张牌中先的发言 再一次论证了 其实国民党内部人才积极 关键就看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有相应民意基础的政治人物 敢不敢在众人接罪的时候 提出自己鲜明的观点 敢不敢用理念 用方案去进行有效的整合 真正带领国民党走出目前的低谷 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到更好的方向和路径